陸公布最新數據顯示 上個星期申請失業金的人數下降了7,000人 去到227,000人 過去四個星期平均申請數 亦下降了4,500人 去到237,000人 截至8月3日的一個星期內 有186萬人領取失業金 較前一個星期減少了7,000人 今年1月至5月 每個星期的申請數平均為213,000 但從5月開始逐漸上升 在7月底達到25萬 不過最近兩個星期的數據顯示 申請數有所下降 緩解了市場對就業市場急速惡化的擔憂 經濟學家指出 失業申請的增加只是暫時的波動 並非勞動市場的根本轉變 此外,聯署在過去兩年入邊 共加息11次來對抗通脹 逐個利率上升 經濟和就業市場仍然表現出息 避免了經濟衰退 隨著經濟放緩的跡象增多 和通脹率持續下降 預計聯署將於9月的會議上開始降息 Tinawas記者編輯報導 超級評論的支持者編輯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